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是真的讓你永生難忘 或者應該說是真的大大的影響你的人生 我有 我想要跟你分享 而且它超難看 我不是因為它超難看才要跟你分享喔 我大學的時候很喜歡一個人去看電影 因為跟一群人去看電影的時候就會 欸聽說關鍵時刻不錯看欸 不要啦看羅根啦 羅根是限自己欸 那看美女女野獸 欸沒上映哪 看為了與你相遇 蛤那是什麼狗電影啊 那是拍狗的電影沒錯 看格雷 永遠瞧不攏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其實一個人看電影的時候比較容易沉澱 也比較容易一個人去思考這部電影 它要呈現的意義 還有它要給人的啟發是什麼 我大三的時候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新的方向 About Schmidt 他是Jack Nicholson主演的 演技非常非常好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的是 個人意見不負責任 超級難看 在電影院裡面我從頭到尾都在想 這電影到底什麼時候要結束啊 但是如果你看到結尾的話 你會徹底改觀 好的鄭重警告 以下有雷 但說實在我不會建議你花125分鐘的時間去把它看完啦 我講給你聽就好了 電影裡面Jack Nicholson 他飾演的是一個66歲 剛從公司退休的公司主管 那退休之後 他還是每天清早起來就開始看報紙 以前看的是頭版新聞 財經新聞 但現在他看的是 甜字有戲的版面 他一天到晚跟他的太太相處在一起 有時候讓他覺得很煩 他和太太唯一的獨生女 要跟一個他看超不順眼的男人結婚 所以他跟他女兒的關係也不是很好 他不甘寂寞 所以有一天呢 他跑回公司去找那個接替他位置的年輕主管 然後跟他說 欸你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呢 我可以義務幫你 沒有關係喔 結果這個年輕人呢 就一派輕鬆的說 喔沒有關係 我自己來就好了 他反而因為這樣的回應啊 覺得很失落 一個剛退休 面臨人生階段轉換的人 此時此刻的他 是找不到他自己存在的價值 有一天他在電視上看到一個 救助第三世界孩童的廣告 他因為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呢 他就每個月花五塊美金 然後任養了一個非洲的小孩子 他三不五時就會寫信給這個孩子 然後就抱怨他的人生 抱怨他的太太 抱怨他的女兒 我們來看一下預告片 我正在66歲 我正在66歲 我正在家庭 Helen和我已經結婚了42歲 不要緊張 我最近 我找到同樣的問題 誰是這個老人 誰住在我的家 但然後是 Jeannie 她是我們的唯一 最近 她被人結婚 我認為她能夠做到 太多了 Mr.Schmidt Mr.Schmidt 直到有一天她回到家 她發現她的太太倒在廚房的地上 她的太太突然過世 頓時以前那個總是愛唠叨她 管她煩她的那個老太婆 突然不見了 她反而開始感到很空虛 於是她踏上了一次尋根之旅 她開始到處去找尋 她的人生意義 她拜訪了她從小到大 每一個長大的地方 有的地方還在 有的地方已經變成商店 她還去拜訪了她的女兒 但是因為彼此不能夠理解彼此的立場 所以關係搞得更僵 她試著讓愛情開出第二次花 但是也沒什麼搞頭 她四處參觀 四處流浪 繞了美國一大圈之後 她只是更加覺得自己很失敗 很絕望 所以她決定要回家 我認識我們都很小 在大圈的事 我相信我們都很小 我相信你最多的想法 是做出一個種類的分別 但是 什麼種類的分別 我做了 什麼世界最好是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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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想回事 不想回事 很快 我死了 可能在20年 可能明天 不重要 我死了 一旦我死 每一旦我死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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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收到一個修女的信 這個修女呢 就是幫她 認養的那個小孩子寫信 所有的書籤 他希望你會開心 你的生活 健康 他想你每天 他想你很想你 你的幸福 Endougou只有六歲 他不能寫或寫 但他有給你畫作 他希望你會喜歡這畫作 你真誠 SisterNedeline Gauthier SisterNedeline Gauthier 等待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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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百二十五分钟沉闷到不行的电影 但是在这最后的五分钟 却让它变得 赞 赞 我们身为一个渺小的人 活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到底能够因为我们存在过的关系 让世界变得或多或少变得更好 还是我们就跟着时间的洪流 衰老死亡 因为这势必是每一个人必经的道路 只要是人就会有这种 想要追求永远永恒的这种本能 会有想要缔造价值 创造意义的这种本能 就像是电影中的Mr.Schmidt 他的太太走了 他的女儿嫁出去了 他的工作也没了 他在寻找他自己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回过头来想的时候 他找不到任何的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就在最后 电影最后的五分钟 他发现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事情 也就是他每个月捐助五块钱 给这个非洲的小朋友 在这件事情上 他突然感觉到 人生是有意义的 他突然感觉到 我的人生没有白火而流下了眼泪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在电影院里面 也是真的跟着哭了出来 我很少哭 by the way 虽然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但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让一个六岁男孩的人生 正准备要起飞 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他人生的永恒的意义 当我看完这部影片的时候 当时我是一个人 坐在电影院里面 当时电影院里面没有什么人 我坐在那边 直到所有的字幕都跑完为止 我就一直细细地回想这部电影 不是因为有彩蛋 没有彩蛋 这部电影 在某个层面上来讲 很大的影响了我的人生 某方面来说 我之所以现在在做 现在我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跟这部电影 也有很大的关系 开始思考 究竟我的人生要怎么度过 所以它是对我来说 史上最难看 却又最有意义的一部电影 希望今天你们也得到了 很大的启发 God bless you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